渠是左邊一個巨子的巨 然後右邊一個鳥 然後它也是我們這邊很常很常看到的流鳥之一 其實講到生態 這個地方大家都知道這面是中正紀念堂 那金華街通道就是三恩森林公園 那雖然三恩森林公園它的年份來講也才30出頭園 但是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區域 不管是林里公園還有我們黃光這麼多的這些綠樹來講 都是我們這邊生物只要是有翅膀的 它可以移動可以停氣的一個空間 然後整個中正紀念堂裡面我們鳥會所做的調查 總共有40多種就是鳥類 不管是流鳥或者像東後鳥它的觀測紀錄有40多種 那光我們黃光社區的話雖然我不是鳥會的人 但是我對鳥還蠻有這個 所以我在這邊觀察至少也有20幾種 對啊那比較珍惜的像是東後鳥 像是那個宏偉國牢 然後那五色鳥更不用說了 現在如果會經過的話 有一顆正在結果的雀龍 昨天看到那個兩隻五色鳥在那邊開那個 狗狗的派對這樣子 好然後還有一些什麼什麼 斑點洞啊白色工一些洞後鳥 那講到樹的話就是我們最近有那個 一個護術志工隊正在做這個樹木保護的調查等等的 然後就在這個時間點發現的是說 我們面前啊這個有做這個枝葉修剪的這棵樟樹 這棵樟樹它就被你要移植了這樣子 然後去了解啊這棵老樹 以這個1945年我們美軍的航照圖來看啊 它就已經有這個樹冠存在了 可是在去年的9月喔 這個屋主就就寫公文給我們的文化局問說 欸這個這個樹是不是受保護樹木 然後那剛剛如淑英老師所說的 這個受保樹木的話 它就要一定的胸圍一定的高 然後他就說這棵樹沒有到達這個受保的程度 所以它不是受保樹木 好啦那這個文化局就說 這個不是受保護樹木不關它的事 所以保護部呢因為屋主就希望說 這棵樹這麼漂亮 他希望能夠進行養護 然後就不知道怎麼樣 反正就是有一個建商跟他接下 然後那屋主想要把這棵樹贈餘給他 那現在這些贈餘的一些狀況 真一點都還在還在了解還在明清這樣子 只是我們想問的是說 這樣的一棵在公有地所長出的公有樹 而且不是屋主所種的 因為看這個這個樹冠就在1945年就已經有了嘛 那一定不是他種的 對然後為什麼公有地上的綠樹可以這樣子被 不管是鎮餘或者是任養或什麼 那是不是在座各位 我們都可以一起來任養這裡的樹 那都要經過一定的程序這樣子 這個是需要再理清的 那我覺得現在這棵這棵樹更更微微可及的是說 他現在就是狀況並不是很好 因為他經過兩次的斷根 然後但是斷根的那個手法可能沒有那麼的細膩 所以他的根部其實已經有病重害了 然後就開始有一些狀況 對然後現在他我們3月14號那天的那個狀況是 那個建築事務所他們派來是把它做一個叫做包土球的一個工程 就是把它的那個整個根部包覆起來 然後預計說4月要移嗎 那現在就是卡在這個到底是如何也不知道 那有機會大家可以持續的關係 好那我們去往北斗 請問我們既然有1945年的那個資料 為什麼不可以用這個東西去跟我們發掘 有有有就是要去 要去 要人心白啊 我們今天還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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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白線周期 好大的朋友 建築 好 好 有的是所谓鸟种的树 鸟种的树就是有什么 像是山黄麻 雀融 这样子的树 平常我们常见的 这种融树在这个都很常见以外 我们这里面也有像是 我们日本人比较喜爱种的树 例如什么 像是生翅羊童 在温球界有一棵树是两棵树 然后它是日本人 它有那个作用的树 那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这里面有一棵树果 在这棵树果的后面 有一棵树果 树果的话 在温球的日本的树果的话 它就在加速温球 就是 以求风平浪静 然后平平安安 它在日文的那个意思叫 那棵这样子 我们看到树雀了 在这棵树上面 还有蒲葵 那蒲葵的话 就是我们整个台北 不管是相关的观色 大家都会看到有些树长 就是不太像我们台湾本地种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那时候 日本人他们需要做这个南境政策 是我们台北 而是我们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南境的基地 所以呢 它就会引进一些南洋的树种 比如说从那个澳洲去引进这个雅历三大椰子 然后或者是相关 那蒲葵的话也是 就是反正这种比较有这种南洋风情的树 它们就会引进在这边种 所以像这个蒲葵啊 还有刚刚我们在那个早餐店 长洲南路爱博东路口 那里也有一棵蒲葵 这些蒲葵也都是好树的 我们就是右手边这边 有一棵那个玉兰啊 是我们整个区域里面最高的玉兰 玉兰我要怎么讲 叶子比较长 比较大然后很高 现在有被那个棵蒲葵 榕树挡住 对啊 小叶桑 小叶桑也是我们观察鸟类 可以很容易观察到 因为也是一样 可以来这边开那个火锅花银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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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